请慢用 谢谢 不好意思 打扰一下 你们老板今天没在 您找我们老板 有什么事吗 不是 我看他平时好像都在嘛 今天没来 我们老板被请到一个 早教中心去上课了 早教中心 对 我们老板是一个亲子教育专家 他在网上有三百多万粉丝呢 先生 您有没有孩子 我们楼上有一个 亲子教育的咨询课 我们张老师亲自为一些父母 解答亲子教育的问题 您可以在网上报名参加 不过这个课是免费的 所以张老师每次只接待 十五名家长 这周已经满了 您可以报以后的 这是我们的宣传单 您可以看一下 公主 祝之 王俗 天 金 女 你怎么又来了 真是一魂不散 我一直没有结算工资 我怎么就不能来了 工资不会欠你的 工资 可以不要 但是 快递费 你早上给我结一下吧 这是什么 你怎么做的了 你怎么做的了 不是我 是廖律师 那我应该怎么感谢他呀 廖律师说不用你感谢他 你是他的委托人 这个是他应该做的 你不开心吗 你不开心吗 开心啊 怎么不开心 事情都解决了 那不要庆祝一下 庆祝啊 庆祝 走 喝酒先 又喝 走吧 去吧 我来 我来 喂 桃儿 出大声了 我们被算计了 怎么了 赵丽不知道从哪儿听说 韩大爷跟马大娘才是一对 然后他后悔没接这案子 就让他的团队 三分四次去找韩大爷 说让他们俩 让爱的魔力 还要搞个现场的求婚 你先别着急啊 冷静 这件事情现在看来 还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大哥 赵丽直接砸的人吃饭的锅了 你还不确定是好事还是坏事 咱们先缓一缓 让赵丽再闹腾一阵 让他扭书 王王 蓝雪和罗修和解了 这么大一个案子 都被你解决了 你应该高兴才对啊 我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这案子暂时的和解 只能说制止了这件事情 继续在发酵 但对我的当事人呢 实实在在造成了伤害了 你说罗修这么优秀的一个摄影师 因为这件事情全都毁 其实呢 你作为律师 已经给了他最好的结果了 至少现在吧 你保护了他 让他免受积蓄的伤害 那么如果这件事情 他能够吸取教训 那对他来说不见得是个坏事 光光 你就是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了 这样的案子 这个结果已经非常不错了 这个案子 爸爸给你九十九分 多一分怕你骄傲 谢谢爸爸 听你一句啊 这个案子之后 你在律师事务所 要更加谦虚谨慎 严谨轻轻的 刚刚转正 又做了这样一个案子 一定会招来同时间的各种议论啊 这一度啊 尤其是像陈律师那种人 所以此时此刻 一定要适度低头 假期为我做人 教授果然是教授 什么味啊 你煮什么了 没闻见吗 我的锅 我妈从来不进厨房 怎么进厨房做饭了 老廖 那个咱家那个油盐机啊 不太好用了 你出口啊 看一下 嗯 让我爸看啥呀 网上找专业的人来维修 我叫一个来啊 到家里面来 你看家里面还有什么家电呀 不太好用啊什么的 你让它一遍都给修了就得了 那靠谱嘛 这是人我们也不认识 不会上门乱售费吧 人家宁马标价的 要乱售费会赔钱给你打 放心吧 廖教授 你不是最爱你的厨房吗 怎么对我妈拱手相让了 快上班去吧 不要迟到 而且还要遭到 遵命 我走了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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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林姐 你怎么精神那么差呀 是谁惹你不高兴了呢 赵丽都到这个时候了 再装无辜就没必要了吧 姐你别这么说谎 我也是被逼的 赵丽 你第一期节目就把阳光给踢出了黄金档 你也没想过 你们俩是在一个台里 就算是竞争 也一定要是良性的竞争 不要搞得这么惨烈好不好 姐 话不能这么说呀 这个节目安排都是台里的意思 不是我把师哥给挤出去的 我对师哥那是我惊无愧 可师哥对我呢 别人不知道你还能不知道吗 是他处处针对我 我只是正当防卫 你这防卫得有点过分了吧 那最好的防卫 不就是进宫吗 师哥 没打扰你们吧 没事 谈完了 那个你先撤吧 好 你不是让我打他李恒金吗 我跟你说啊 天昊院的他房子 他是给他一个员工住的 那个员工是个单身妈妈 他的女儿正好给直衡地产拍过广告 所以李恒基去实验小学 只是为了去送爱心 你不用多想 你知道李恒基这个人 有时候容易爱心泛滥 做事情有傻乎乎的 但是他对于你的感情 我保证日约可见 谢谢 谢谢 不过现在我的心思不在这个上面 而是你 你知不知道怎么了 当初我跟你说啊 赵立想把你挑下马 你一不应战 现在不应战都不行了 这场战争不光有名枪 也一定会有案件 不是 那你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你能不能说得清楚一点 我是说人家都 把手伸到那一锅里了 你就打算拱手向让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呀 你别跟我装了 我真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 不知道 这样的啊 那个老韩的儿子 不同意他和马大娘的婚事 但是老韩的儿子那边的工作 你们都做了吗 那你觉得我现在应该怎么做呢 我觉得那现在 具体的方法我没想好呢 要不等我想清楚了 我再告诉你 好 等 小黎 小黎 你好 出去啊 是是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